说景色 只是当时已枉然 经代诗人袁浩问 对于李商颖这首 难解的景色诗 评论道 望帝春心托杜鹃 家人景色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坤好 独恨无人坐正监 意思是 后人都喜欢 引用李商颖的诗 可惜没有人 能如同汉代的正玄 注解诗经一样 为李商颖的诗 做充分的注解 景色诗 是李商颖诗集的第一首 鸭卷之作 对于作者和读者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人统计过 从宋代以来 关于这首诗的注释 已经超过十种 主要可以归纳为 以下五个说法 第一 这首诗是作者 自述诗歌 创作的心路历程 第二 对于年华逝去的哀伤 第三 歌詠乐器 色 赌物私人 正色的家人 可能是诗人的妻子 也可能是情人 第四 和李商颖的许多 无题诗一样 是隐晦的爱情诗 第五 爱到妻子 或是情人 很难说 哪一种是标准答案 只能看读者的选择 因为答案不同 对于作者 采取哪一种典故 也就有所不同 尤其是 沧海月明 朱有泪 蓝田日暖 玉生烟 那两句 我以为 要理解诗中 装生小梦 望帝杜鹃 朱泪 玉烟 四个典故 要从诗 开篇 看起来随口 引涌出的 景色 无端 五十弦 开始弹起 无端 是这首诗 抒情的关键 也是全诗之所以 迷人的地方 无端 不知从何而来 没头绪的 没道理的 李商隐 很喜欢用 无端 这个词 比如 云并 无端 愿别离 明代的 汤贤祖 也在 牡丹亭里 布设了 闷无端的 杜丽娘 由于 杜丽娘 愁闷无端 所以 她去 游园 汤贤祖 也说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这不知所起 就是无端 世上的情感 如果都有 理路可循 就不会 无端了 正是由于 说不清 暧昧不明 于是让人 陶醉 向往 无端 呼应着 最后一句的 枉然 即使 事过 情迁 还是 无法 参透 因此 无限 畅往 一贤 一注 丝华年 有人说 由于 景色 五十贤 作者 作诗的时候 四十六岁 年近五十 所以 丝华年 我想 这首诗的色 装饰华美 是景色 而色的音声 由弦和柱组成 弦和柱的组成 以及排列方式 决定了弹出的音调 音调 有高昂 有低沉 就像是人生的起伏 在起伏的人生境遇中 许多 真幻相间的往事 像 庄中梦蝶 不知道 哪个是我 哪个是蝴蝶 又像是 杜鹃气血 一片赤诚春心 但 毕竟是空 晚唐诗人 催涂的诗 春夕缕环有 蝴蝶梦中 家万里 杜鹃之上 月三更 也是用蝴蝶 和杜鹃的意象 沧海月明 诸有泪 蓝田日暖 玉生烟 和前面的 庄生小梦 迷蝴蝶 旺帝春心 托杜尊 都是非常工整的对账 把庄生 和旺帝的预言传说 更推向神话 和虚幻 沧海月明 诸有泪 可以联系到 珠磅夜晚向月张开 以吸收月之精华 养育珍珠 又有薄物质 所谓 浇人的泪 化为珍珠的故事 而海上生明月 明月如珠 月 珠 泪 三者的形象接近 彼此在典故中 还有互生的关系 珠因月而圆润 浇人落泪成珠 珠与泪 都在月夜下生发 不说泪成珠 而反过来说 珠有泪 好像浇人的泪 化为珠 珠又还原为泪 有一种环绕不尽 难以摆脱的牵绊 蓝田日暖 玉绕生烟这句 除了搜神迹的 吴王小女 紫玉化烟的故事 一般也用戴书伦的话 诗家美景 如蓝田日暖 凉玉生烟 渴望而不可 置于眉睫之前眼 或是近代陆基的文父 石孕玉而山灰 水怀珠而穿媚 意思都在形容 月光照射 蕴藏美玉的地方 仿佛有仙气灵烟 日和月相对 一暖一寒 一暖一寒 烟气蒸腾 猪泪坠落 是对比的写法 我认为 沧海月明 猪有泪 蓝田日暖 玉生烟 有精尘所至 精时为开的含义 虽然比装生和旺帝的典故虚幻 却隐约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坚定逆智 即使是伤痛落泪 泪可能化为猪 即使是飘渺不可及如烟 烟之下是怀藏的玉 猪和玉 都是坚硬的 于是前面的装生之梦 和望地春星的迷离空无 有了着落 不知从何而起的景色 一阳顿挫 如人生的月音 诗人的情感 先是如梦似幻 接着不顾一切 一往而生 在诗意中坚决 又在坚决后 无可奈何 这矛盾的情感 最后只有枉然 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可待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留待 可以说是留待日后 就是此情留于他年说梦痕 那时仍然是畅往不解 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可待 也可以说是期待 哪里等到以后 是说此情何必等到以后再回忆 站在以后的时间点上 所以是追忆 以后或许猛然想起 因此要追 而即使以后再追 追的当时再思量 总是枉然 而且是用过去式的已 已经的已 以后的过去 不就是现在吗 现在枉然 以后也是枉然 逝去的 失去的 永不可能再寻回 为什么始终不能明白 而徒流惆怅呢 人生之难 就是各种情世的无端啊 我是伊若芬 为您介绍我的书 Emily的抽屉 我最后是 我最后跟她合并 我最后是 我最后是 对了 我最后悶 也送到他 我最后是